而在四天的假期 华联的山南意外是平船 南高越岭东段五甲崩壁附近 再度发生了登山客坠谷的意外 而南高越岭古道是热门的登山路线 东段是位于五甲崩壁附近的步道崩坏 需要绕道而行 也因此20号上午才发生了一起坠谷意外 造成了一人死亡 而在26号又再度发生了第二起坠谷死亡的意外 那么登山客阎性女子坠谷已经明显死亡 28号的上午空勤直升机完成吊挂运送下山 花林县消防局第二大队27号派遣一行11人的搜救队伍 前往门高越岭古道东段五甲崩壁附近进行搜救 下午在大崩壁的山谷发现阎性坠谷患者已明显死亡 救援人员找出空旷地点提供空勤直升机进行吊挂 28号上午完成吊挂运往山下 就算他人要拉高一点点都无所谓 你们要找你们自己去拉高一点点 我这边很稳 一行队伍15人 从来自高雄的登山队伍 在我们的能高 能高越岭古道东段23.5K处 发生这个坠落案件 同团团团员有目睹 目睹岩姓女子衰落编颇100公尺 本局接获报案后立即调派2T4共11人 攜带绳索以及SKED前往救援 但因山区浓雾以及低温造成救援上的困难 本局于27日接触患者 患者已明显死亡 所幸天后逐渐放勤 他于28日由空情直升机吊挂至花莲德星 花莲县消防局表示 初不了解路线能高越岭南段 非花莲县所列管管制三域 所以并非为花莲县自治条例开发范围 而这起最古意外 在搜救行动结束后 会再详细检视 是否有涉及花莲县自治条例违规的情势 记者凌桀 收封箱 财宝不老